改变专案的名称 当我们建一个专案的时候 系统常常会先随便给你一个专案的名称 那个专案名称很不好记 那我们怎么改变呢 假设例如这一个 我们做的手机吊饰好了 那你怎么把它改成你要的 选择在系统最外面刚刚登入的时候 找到这个像轮子一样的设定这里 点下去选择第一个 第一个PROPERTES这个 你就可以改你的专案名称 你可以输入中文 也可以打英文 我打手机吊饰 这边你可以设定你这个 作品要不要公开 作品公开 那公开的时候 你公开到哪里 建立在哪里 里面 我们先看 先改这手机吊饰 储存 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专案的名称就改成手机吊饰 那如果你想把它公开 可以选择 Public 存 那这个时候它会变成绿色 表示是公开的 那 我们把它改回来 如果 不想公开你就把它关起来 就它就不会公开 这是专案名称设定这里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 专案名称如果是中文 你下载STL的时候 它出来还是一个乱述的英文字 因为它本身系统 对中文的资源 并没有那么友善 就没有那么好